快走 快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要带你出去 我不会出去的 走 我们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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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喝水 十三 你别死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 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十四 明慧 跟我来 十四 明慧 冲雨找到你们了 八爷 你终于来了 得妃娘娘到 明慧给得妃娘娘请安 好了 你身上有伤 免礼吧 谢娘娘 本宫让人给你炖了人参乌鸡汤 补气活血 能让你身上的伤啊快点好起来 明慧何德何能 让娘娘如此费心 明慧姑娘 跟我就不要这么见外了 毕竟你身上的伤 是为我们家十四受的 现在 你只身救十四的事情 宫中已经无人不知了 娘娘 是明慧鲁莽了 当日明慧见十四爷 中了埋伏 身陷危机 也顾不了那么多理解法度的 就一心只想着 若十四爷有个三长两短的 明慧也活不下去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明慧自知配不上十四爷 对十四爷 也只是高山扬指 我和他自幼相识 也曾共患生死 明慧不奢望能够打动十四爷 明慧只求德妃娘娘 能够明白我对十四爷的情意 好了 你的心意本宫知道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把身子养好 其他的 以后再说 公宫娘娘 这茶烧得真好 要说啊 这英禄家的女儿 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先前有明慧 在冬烈之时 引开黑熊救下十三 现在又有明慧 在乱党手中救回十四 这家的闺女啊 都快赶上阳门女将了 姐姐 你说笑了 这明慧呢 这明慧呢 现在已经嫁给了十三 这明慧 虽然皇上没有明面上赐婚 但我们作为皇室 总该有些表示 可别让人家姑娘 白白受了委屈 明慧姑娘 确实胆识过人 勇气可嘉 不过妹妹觉得 儿孙自有儿孙福 年轻人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娘娘 十四阿哥来给您请安了 快让他进来 是 给纳郎贵妃请安 给额娘请安 给十四爷请安 赐座 过来 许久都不见老十四了 伤病可痊愈了 多谢贵妃娘娘关心 身子已无大碍了 这十四爷的伤 都痊愈了 怎么明慧姑娘还没好啊 这宫里最好的御医和药材 可都给了她 怎么还一点起色都没有 还整日卧床不起啊 这旧人受的伤 怎么比被救得还严重啊 妹妹你糊涂了 明慧姑娘的身体 怎么能和十四爷相比呢 我已经差人给明慧送去了很多的补品 这伤筋动骨的还是得慢慢调养才是 可惜了这明慧姑娘啊 年纪轻轻的倒是个病秧子 老师岁别干坐着了 快来评评你额娘烧的莲子茶 好 要说这莲子茶呀 妹妹你烧得可真好 难为你奈这性子剥莲子 这莲子之情一番苦心哪 这应路家的女儿受了伤病 想必她的父母 莲子之心也是一番苦涩呀 殷蹄呀 别总盲着宫室 有时间去看看兵慧 毕竟人家是为你受的伤 别让她在宫中受了委屈 儿臣知道了 嗯 明慧姑娘 今日的汤药给您送来了 下去吧 是 永远 不会 不会 ось usu 十四爷 终于肯来看我这个病人了 你是病人 你的病可都是自己作出来的 明慧为了十四爷 受点苦 受点痛 若是能换来十四爷的一点垂裂 明慧认为值得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厚颜 不过不得不承认 你这招美人救英雄 还真是高啊 现在宫里已无人不知 你明慧舍命救我 十四爷 那我也要舍得我自己的命吧 永命换我娶你 下这么大一盘棋 真是难为你了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十四爷 我早就说过 我们 来日方长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我一定会娶你 因为我们是一类人 你可别忘了 我们可是一起杀过老虎 手刃乱等 患难与共的枝节啊 有些事情 只有我们两个合作 才能成功 十四爷能做的事情 我也一样能做 甚至可以不惜姓名 十四爷 你身边若是有我这样的女人 你不会觉得做起事来更有趣吗 我认为你 况且 十四爷欠我一条命 用一个名分来偿还 不过分吧 可你应该知道 就算你嫁给我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不在乎 我要的只是十四福尽这个位置 那也要我肯给 才行 那个位置对十四爷来说 并不算什么 明慧相信十四爷 你会给的 明慧愿意等 明慧 明慧 快 快把刀捡起来 杀了他 杀了他 我们救脑虎 不杀他 今天我们谁也活不了 这 可是老虎肉啊 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们给杀了 十四小心 是啊 是 他 嫂 来 二 我要 你 ombres 那 你们 你怎么一天到晚都崇尾不展的 我已经跟四哥说清楚了 从此远离潮湿纷争 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还真是孩子气 身为皇子阿哥 你怎么可能真的只是事外 前朝正式已经拨云诡决 鸽派暗流涌动 单说最近风光无限的十四 他的婚事不也由不得他自己吗 你觉得他会娶明慧吗 不管他娶不娶明慧 对八哥来说都有利 可对你来说 却是极大的威胁 所以你是怕 放心 我怎么可能怕明慧呢 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都会全力支持你 我们共进退 对我而言 我先是你的夫君 而后才是大清的皇子 所以你的安全 永远是我第一位考虑的 我们是爷 何曾受过这般羞辱 这个明慧 实在是欺人太甚 丝毫不把我们阿哥的颜面放在眼里 从来都是阿哥们选女人 哪轮得到他来选阿哥 你们说是不是 可不是吗 虽然娶明慧百利无害 但他用这么激进的方法 恐怕十四弟 是不会答应的 好了 不要再说了 马上到前清宫了 注意自己的言行 避免惹事 乱党已经平息了 但仍有余孽 还需各方加强审查和戒备 若有异动 要及时回禀 儿臣孙子 都退下吧 是 是 儿臣还有一事 是 请 儿臣恳请皇阿玛 为儿臣与雅兰尔塔明慧赐婚 你可想好了 儿臣想好了 你也是时候该成婚了 朕允准了 儿臣谢皇阿玛恩典 儿臣 儿臣 鹅娘喝茶 好 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啊 鹅娘一直还在犹豫呢 要不要替你做这个主 没想到 你先开口 求你皇阿玛辞婚了 儿子让鹅娘操心了 娶了明慧呢 虽然可以拉拢 鹰鹿家的势力 可是此女啊 太过聪慧 恐怕难以掌握 明慧救过儿子一命 让他当个福晋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想得也太简单了 我知道他救过你 但感情这东西啊 有时候很美好 但有时候呢 却是一把伤人的戾气 鹅娘您就放心吧 儿子了解他的为人 儿子有自信 可以把他掌握住 好 你想清楚了就好 但愿啊 他是你贴心的暖炉 而不是一块 抗手的山芋 好 恭喜公子 好 好 我要自己贴心了 好 行 行 请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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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祖辈 来 恭喜 祖辈 好 恭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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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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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洗尖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要堵守工坊 我来帮你 天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爷 这是要与我行和谨之礼吗 你我之间 还需要这些虚礼吗 也是 你我之间 不过只是合作 是吗 妈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给额娘请安 请额娘喝茶 儿媳妇给额娘请安 额娘喝茶 现在你们二人已是夫妻了 作为夫妻一定要琴瑟和弦 相互扶持 相敬如宾 女慧啊 你已经嫁入皇家 就要守皇家的规矩 作为福尽 一定要恪守本分 额娘教导得真切 儿媳定当谨记 为了爷 儿媳定当尽心尽力 好 都起来吧 来 小心点 娘娘 您专门让厨房准备的茶点到了 来 快拿来 明慧 尝尝我们长春宫 最拿手的蛋黄酥 来 谢谢额娘 额娘 明慧的伤害未痊愈 太医嘱咐过了 让她少吃这些油腻的东西 你看 你这就忘了 我们家十四都会关心人了 先坐吧 坐 明慧是我的媳妇 关心她是自然的 那我就听我们家十四的 明慧啊 你就不要吃这些油腻的东西了 东霖 把这撤了 换些清淡的上来 是 额娘 是儿媳没有菜气饭 辜负了额娘的盛情 都是一家人 就不用如此多礼了 是啊 而且你还有伤在身呢 你手怎么这么冷啊 拿个暖炉来 快暖暖手 本宫活到现在 可在也没见我的儿子 对我这样啊 明慧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 对了 再过几日就是十五的庙会了 命题啊 你带着明慧去逛逛庙会 然后去寺庙烧烧香 拜拜佛 求菩萨早日赐给我一个大胖孙子 额娘说得极是 为皇家添香火可是大事 儿子定当全力以赴 这可是你说的啊 额娘可记下了啊 额娘不仅要你我 正月使我带她出宫进香 还赏了我那么厚重的礼物 实在是让明慧受宠若惊啊 现在就你我二人 不必再做戏了 额娘待我好 我开心乃人之常情啊 也是 没想到 你也有真情的时候啊 为了爷 明慧定当尽心尽力 这也是真的 这么快就被我迷住了 看来 你不仅要十四福尽这个身份 还想要我的心啊 明慧对你的心 你到现在还不懂吗 刚才我在额娘面前 待你不好吗 好 只是明慧不知道 爷刚才的温柔体贴 是真的 还是在做戏啊 你认为呢 我自然希望是真的 我若说是真的 你会信吗 当然 你若觉得是真的 那便是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 就会是真的了吗 那我希望 我们的心 可以延续下去 你 干什么啊 小心让人家看见 看见怎么了 我亲的是自己的夫人 她什么 你别忘了 我现在的身份 可是你府里的丫头 丫头 对主子调戏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我不在的时候 你都这么干的 我只调戏 跟你长得一样的丫头 齐香 幸好来的人是我 换做是旁人 见你二人如此腻挽 定会对福晋齐的 你看看啊 都怪你 别骂了吧 齐香 这府里的人 上上下下我都换了个遍 你就不要草木皆兵了吗 十三爷 我知道你和福晋间谍情深 可是福晋假死一事 事关重大 若是走落半点风声 莫说十三府 就连四爷府 都要受牵连的 这可是弃君的大罪 他们这是搞什么呢 还怕被我说 福晋也回来好些日子了 两人天天在一起也不腻 都不怕被人看见 呦 齐香姐 你这是关心还是妒忌啊 你胡说什么 齐香姐 如果你觉得闷 我可以陪你玩啊 齐香姐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不用这么狠吧 再没大人想了 我就把你扔到池塘里 想不到齐香这么好身手 女子太凶 可没有婆家喜欢的 那是她自己不愿意嫁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自己愿意 困在这院子里 你没有丝毫怨言 还能笑得这么开怀 我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我心中有愧 你详 过两天是正月十五 我带你出去 逛庙会 闪花灯 出去 你疯了吧 外面那么多人 被认出来可就麻烦了 山人自有妙计 面具 面具 不要钱的面具 来来送面具了啊 免费送面具 免费的面具啊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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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事 没事 来 给你一个 谢谢 不要钱的面具 来 给你一个 对 走 咱们看看去 不要钱 不要钱 来来来 给我一个 来 免费的面具 来 给你一个 怎么样 接着个十五 我让帅儿给每个人 都戴上面具 这样就算是亲爹亲娘 也认不出来了吧 没想到你 还挺有办法的嘛 我说好要带你出来玩的 说到做到 什么 急什么呀 还没带呢 来 怎么样 你真丑 你现在跟我一样啊 笨蛋 走 我们去下面 走了 张经典 好热闹啊 你看 看那边 我们去那边看看 走 走 这边 这边 去那边 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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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去带她 好 来 来 合一个 好 好 那我 好 谢谢 谢谢 好吃 慢慢吃 现在 你 怎么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爷 你为何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啊 是有什么事吗 我在想 你打扮得如此美艳动人 就这么打道回府 实在是有点可惜啊 那也想去哪儿呢 正月十五 自然是逛庙会赏花灯了 不然 岂不是浪费了你这身打扮 我穿成这样 穿行闹事的话 似有不便吧 你为了我 可以连命都不要 还怕这点小失吗 既然爷今日这么有兴致 明会定当奉陪 猫子 这我们的猫子 这两个猫子 好 咱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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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这 这谁呀 是十四王爷和福晋 先前我在庙里上香 五星见到过 快过得这当华贵大气 十四王爷陪着福晋过庙会 十四福晋好福气啊 可不是吗 好漂亮啊 可不是啊 走吧 花布 好美的福晋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就好 月上柳梢头 下婚后 买个情人签 协大到白头 来 看一下客官 来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爷 听说 在十五庙会这一天 情人若继上这情人节 便能长长久久 相守到白头 是吗 相守到白头 是福晋的心愿 也是我的心愿 也是我的心愿 那就这个吧 老板 爷 来 颜织 正好颜织 好嘞 谢谢 多谢爷 走吧 花布 色色花布 来看一看了 哦 对了 既然已经买了这情人节 就如福晋所言 将其挂在树枝的最顶端 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那 岂不是还要再走回到庙门口啊 当然了 你不愿意吗 怎么会 明慧求之不得 我们走吧 听说这情人节 挂得越高 许下的愿就越灵验 夫妻相守 就会更长久 我想把这情人节 挂到最高的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 挂到哪里 还不是爷一句话的事 你不过是想要捉弄我罢了 又何必这样拐弯抹角的 你也不想捉弄我 你也不想捉弄我 也不想捉弄我 你也不想捉弄我 我想捉弄我 五三三三三四五五五五五五 我看不到我 ガガガガガ的 那边 我看不到我 谢谢爷 如此好的兆头 赶紧许个愿吧 要许下的愿望 也不过就是你我二人 白头相守 爷 我们这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庙会逛逛吧 你怎么了 真是难为你了 竟然撑到了现在 我竟然都已经撑到现在了 这以后的路 我也可以一直撑下去 我来背你吧 你今日与我兜兜转转一路 不就是想在所有人面前 摆出福尽的架子吗 我现在给你了 怎么了 不敢收了 我既然当得了这个十四福尽 就受得住这福尽的礼遇 其实 你大可只许我一个福尽的名分 可是你新婚之夜 为何会出现啊 既然我已经娶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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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妻子 不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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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